將軍澳第66及68區市鎮公園 工程項目是2017年施政報告公布的 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項目 第68區市鎮公園工程 在去年4月已經開始 而部門表示工程預計在2025年初就完成了 第68區市鎮公園面積有3.8公頃 設施有兒童遊樂場 包括有沙池及稀水設施 兒童單車公園、健身設施、 換跑徑及兩個籃球場等 而中央則設有一個大圓草坪 現有的寵物公園就被拼入 68區市鎮公園中進行重置及擴建 在上月8月11日 已經優先開放寵物公園給公眾使用 大部分配套設施 例如飲水機 就要等到整個工程完成才可用 另外68市鎮公園也採用海綿城市設計 公園中的雨水花園、蓄水池、大草坪 均用透水物料加強蓄水效能 減少低蛙近海水浸的機會 16區市鎮公園 現在進行Design and Build的招標工程 將來除了會有位於中央大道的圓景花園 也會有有蓋的廣場 還會提供395個泊車位在地下停車場 有300個是私家車位 30個是電單車位 政府計劃在停車場引入自動泊車系統 駕駛人士只要將車輛駛進指定位置 自動泊車系統就會啟動 將車輛移往空置泊車位 第66區的相關工程 現在進行評審標書工作 如果一切順利 將會在2024年開始動工 第66、68區市鎮公園 照顧區內市民對休憩和泊車需要的同時 我們亦擔心會進一步增加保一路 唐延街等路段的車流量和人流量 而將關路地鐵站A出口的紅綠燈位 因為市民很多都是斜行過對面的 我們一直都建議 相關位置要增設地下行人隧道 以減少行人斜行過馬路的風險疏度人流 還可以為行人遮風擋雨 另外,可以考慮行人隧道內增設地下街鋪 以較低的價格遭遇有興趣的創業青年人 增加年青人就業實踐自我的同時 普及文青等具有文化特色的店舖 如果你對我們社區有甚麼意見 又就住市鎮公園有甚麼留言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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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